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卜宽也凭借在此剧中的精湛演出 获得了当年日剧学院上的最佳男主角场号 阿卜宽将鹰幕煎熬这位剑组拼风的麻辣老师 诠释得入目三分 抽身暴走俗的他 后来改过自新 自学成才 成为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律师 随后煎熬不幸的他成为了 濒临破产的龙山高中的特评教师 不断向这类学生输出各种犀利独斗的人生信念 最终在以令他们考东纳的过程中 让学生们懂得蕴含青春与人生真理的龙鹰精神 读书并不是聪明的专利 想要改变现状就要抓住机会 阿卜宽扎实稳定的台词功力 让诸多初代的龙鹰名言显得更加质地有声 也成为了不少人潜进的指名灯 作为实力派演员 阿卜宽的人气一直很高 国民好感度非常高 拥有优越外形条件的他出演了众多优秀佳作 他修路宽阔 热血如同龙鹰中的前暴走族另类老师 温暖如同是知语和镜头中的良多 睿智如同冬夜龟吾笔下的迦克宫一郎 每个经典角色都倾注了他对表演和人生的思考与心血 他的经历仿佛在冥冥之中诠释了另一种龙鹰精神 如今演技闻名获得多项影帝加冕的阿卜宽 早年的演技可谓是尴尬的让人无法评价 他并不是上天赏饭之的天赋型演员 而是实打实 一路摸拔滚打的后天武力型演员 这一切得从他最早出圈的外形说起 1985年 还在日本中央大学读书的理工男阿卜宽 在阶级的支持下参加了模特大赛 并且一举获得优胜 阿卜宽拥有非常优越的外形条件 看似混血的浓眼 五官深邃立体 一米八九的身高 身材比例极佳 他并不是传统的日本长相 就连气质都透露出日本人最爱的夕阳风气 自然而然 阿卜宽成为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尚宠儿 他晋升为时尚杂志的专属模特 连续43期登上该杂志封面 由此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优越的外形条件让阿卜宽 在时尚男模的道路上通行无助 一路上伴随着鲜话和掌声 他获得了众多男女粉丝的喜爱 风头一时乎亮 可偏偏正是自身的外形条件 让他早期的演员道路十分坎坷 原本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他 不敢仅仅成为人们眼中行走的荷尔蒙 他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1987年 他在电影《妖窕淑女》中 以演员身份正式出道 与模特出道不同 这次却若来了众多非议 甚至是嘲讽 非课本出生的他毫无演技可言 在不同表演的基础上 他的台词攻略非常薄弱 台词说得非常沉闷 让许多观众感到尴尬 尴尬的演技 竟然让他高大威猛的身形 外界形容他为傻大哥 阿卜宽对于演员的第一次出击 可谓是惨败 彼时 又下方日本泡沫经济 他在投资房产上实力 令23岁的他已经付上 数亿日元债务 最后要花达 20年以上时间才还清 在经济上陷入了人生低谷 尽管在事业与生活上 都饱受痛苦 但他并没有就此泄气和放弃 相反是越挫越勇 他懂得改变的重要性 并且有意识地 在实践中打磨自己的演技 不断向演员的合格性前进 后来在经济人 冒听姚子的支持与帮助之下 阿卜宽得到了在高层建主任的电视剧中出演的机会 即便是个没有名字的龙套角色 阿卜宽也非常认真的对待 同时他也通过舞台剧进行历练 他加入了一项以眼力为名的总公平的舞台剧 进行了艰苦严苛的训练 他在不断尝试各种角色的过程中 积累经验和打磨自己的演技 等待一个契机 后来这个契机终于到来了 在舞台剧《热海杀人事件》中 人们第一次惊喜于阿卜宽演技的提升 他饰演的是一名同性恋心机 熟练掌握了演技 摆脱了傻大个儿的恶称 成为了合格的演员 但剧里优秀的演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同时期 他在动作片《受诅咒的手枪》 NHK电视剧《情业时郎》都有亮眼的表现 让众多圈万人士对他改观 并且认可他的演技 当年阿卜宽就是如此 将所有低迷和消沉 当作是自己人生的最大动力 而在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认可之后 他便将这份能力上升为实力 不断打磨 发光发热 纤细年初 在与众监有机会合作的《圈套》系列作品中 阿卜宽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 深刻体会到爆红的感受 在《圈套》中 他饰演的是一名天才物理学家 上田次郎 以自己专业知识解答了众多 看似灵异 超自然的现象 他将这位拥有高大挺拔身材 冷面孝敬的狡诫与正义 确实的淋漓尽致 在剧中 他以各种自嘲 言语的方式 对声色拳马的模特生涯 表演小白的黑历史进行解剖 其中诞生了不少十八镜的搞笑梗 满满都是独特的日式黑色幽默 阿卜宽自然流畅的演技 让他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可 边界圈套 他晋升为这首可爱的一线演员 随后他将这份来源圈套的黑色幽默 喜剧人属性发挥的极致 在不能结婚的男人中 他将以为助孤生的中年大叔 表演的活灵活泄 出具不欲的行为方式 让人迷惑的同时也招人喜爱 喜剧人的一面 也让阿卜宽迎来视野的巅峰 他凭借科幻喜剧《罗马玉场》 一举获得横平电影节《蓝丝带》 日本电影学院奖的影帝 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冠王 不止有喜剧人的一面 阿卜宽的表演生涯中 温暖至于的桑大叔角色 同样出赛 他与世之愈合有多番合作 在步履不停 比海更深等作品中 以良多知名 以不同的职业身份 家庭背景 在同样无所事事的桑桑困境中 应对着自身的中年危机 从中传达出小雀桑的美好核心 无能颓废的平凡中年人 在与家人的羁绊中 生活忽然变得美好 可谓是桑的温暖 桑的治愈 阿卜宽泄露宽阔 无论什么角色 他都能传达出 一种石子的信念感 这源于他自身 对于角色的执着 这份执着 与他饰演的 家库公一郎的性格 如出一辙 家库公一郎 是东野龟吾 笔下最为著名的角色之一 与汤川雪并练为 推理双子星 与被誉为 禁忆中的精英的 汤川雪不同 家库公一郎 更为接地基 他破案依靠的 并不是 如同汤川雪那样 缜密天才般的 推理实力 而是一份 让人受不了的执着 这份执着 经由阿卜宽 饰演 显得格外厚重 从新餐者 红手指 麒麟之意 陈氏的森林 到最终化 祈祷落幕时 阿卜宽 一直都是 家库公一郎的 形象化身 身材高瘦 肩膀宽阔 五官轮廓明显 双眼深邃 肩下巴 因为不吸烟 牙齿非常白 笑容爽朗 然而在搜查现场 却是目光犀利 在形象上 阿卜宽就非常贴合 家库原型 在剧中 他永远都是一身 经典的黑色西装 配白色衬衫 拥有鹤里肌群的身高 棱角分明的长相 一直沉稳执着的性格 而阿卜宽的演技与气质 让家库的魅力更深 他几乎与家库融为一体 他是非常平民化 接替器 轻轻恳恳的警察 擅长与剑道 他独特的破案方法 就是执着到底 阿卜宽在诠释 这个角色的过程中 眼神永远都闪烁着 坚硬 智慧的光芒 而在家库 系列最终化 七道落幕时中 阿卜宽 以克制内敛的表演方式 让人物形象 更为立体丰富 在七道落幕时中 他在用敏锐 找寻复杂 烧脑凶暗的背后人像 也在用自己的执着 找到了 五星百合子当年 之所以离开的原因 而正面 原生家庭之痛的时候 阿卜宽 以精湛演技 让家赫 更富故事感 安全感 使命感 以及守护感 让家赫追寻的这份 难言的母爱 变得更为深刻 而在于 潜居对峙中 观众折服于 阿卜宽的沉稳 将爆发力 克制的 恰当好处的表演实力 因此 七道落幕时 之所以大获成功 除了原作的精湛 也得益于阿卜宽的事业 在对人性进行思考 与探索的同时 他能够将 爱的思考与救赎 表演得层次分明 在如此悲伤的故事中 传达出温暖 他人的强大力量 阿卜宽 一直给外界的印象 都是硬汉大叔 实力影帝 却没想到 他私下 也有粉色少女心的一面 在某综艺节目上 他首次体验了 秋夜园的女仆咖啡店 戴着口罩进入店内 他显得与这一切都隔隔不入 自己察觉到这一点 浑身僵硬非常不适 当他被女仆问之姓名 会大大方方 说出自己的名字 不过被林珠的小哥 认出自己 却否认自己是阿卜宽 也是傲娇了 虽然他摘下口罩 女仆小姐姐惊讶了一下 然后立刻换上笑容 非常惊艳 他跟随小姐姐 做出了各种 和自己猛男外表 完全不一致的 软萌上语动作 逐渐地 他融入了女仆店的氛围 为舞台上的小姐姐们 挥舞着荧光棒 慢力地打扣 最后他选择了兔子造型 留下合照 在节目最后 阿卜宽谈了自己的心声 在这里过得很愉快 刚开始很想快点回去 慢慢发现这里很温暖 因为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抱着想要得到 幸福的心情来的 只有在这个空间 所有的不愉快 都会烟一小云散 猛男也有少女心 硬汉也有柔情里面 这一块用来形容阿卜宽 是最合适不过的 即便拥有初衷的外形 出彩的事业 一路高级的人气 阿卜宽却是演艺圈内 为数不多的绯闻绝缘体 他生活低调 情感生活一直神秘 直到2007年 他才正式对外宣布 与交往多年的 圈外女友结婚 在当时的记者会上 未婚妻并没有出现 只有一张他首会的素描图 原来阿卜宽与未婚妻 从认识到结婚 经历了五年 他们是在朋友结婚上认识 对婚妻给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容貌美丽 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之后 他们决定交往 都靠电话和短信联系 久而久之 便修生正果 尽管两人有着十多岁的年龄差距 却没有合合 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后来还育有两位女儿 阿卜宽曾经通过事务所表达 对妻子的感谢 他坦言 妻子令他最安心的 就是时时刻刻 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支持他 借给他来自普通人 最为真实的意见 而如今 伴随龙英二的热播 长青树影帝阿卜宽 再次成为话题人物 但比起人气 一火收视率 他更为在乎的是 两位女儿的评价 他希望女儿会觉得 父亲再做一份 可以让他们感到骄傲的工作 长相不凡 而为人端正低调 专注表演 数十年如一日 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 都展现出 令人肯定与钦佩的实力 从最初表演小白 到如今的影帝加冕 阿卜宽一直都是那为数不多 最令观众放心和精实的演员 他发挥着不屈的龙鹰景色 一直都在发光发热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各种名人的风流往事 艳情八卦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